汽车前半箱油烧的慢 后半箱油烧的快 其实是因为汽车它油箱 又不是完全规则的 它油表显示的确存在一定的误差 而不完全是我们所谓的错觉 首先车子的油箱 它会被设计成上大下小的 上面的半箱 它就会所谓的多一点的 烧的会慢一点 其实是油箱它的容量不太一样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张海鹏 发表在汽车与配件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 汽车油箱设计及分析上面讲 这鉴于塑料燃油箱的空间形状 设计自由度大 成型加工性好 所以在整个汽车设计过程中 优先机是比较低的 一般是根据周围零部件的装配情况 来律留一定的间隙而定 所以说实际生产出来的油箱形状 大多数是不规则的 我这里要放个什么避震杆的 我这里要放个什么的 这突出了 好 那我们油箱就做了凹进了 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而油箱的下半部分 它由于它是紧挨着这个底盘 它空间受限就比较严重 所以说一般来讲 油箱的上半部分的容积 是大于下半部分的 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漏斗 你上半部分装的 总是比下半部分的要多一点的 对吧 那么除了油箱形状的影响之外 油表本身的显示 也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的 那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汽油受热膨胀 会让油表显示的油量 比实际油量是要高一点的 你车子开一段时间之后 油箱里面的温度 它逐渐会上来的 汽油密度它会发生变化的 它会影响油量传感器的判断 电子科技大学黄刚的硕士论文 分享给你 燃油油量及耗量测量 控制系统设计 与实现上面讲 这环境温度大范围内的变化 会引起燃油温度改变 那么燃油温度改变 引起的燃油密度的变化 所带来的油量测量误差 很大的论文是这么讲 有可能你晚上停车的时候 油表指针还在前半箱 第二天起来 怎么跑到后半箱去了 就会觉得这后半箱 怎么油掉的这么快的 和这个温度也有关系 那油表显示不准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当加油超过额定容量的时候 刚开始的那个油量消耗 油表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这个土话就是 我们刚加完的第一个油 好像是最耐用最耐用的 简单的讲就是 这个油表的刻度的第一格 再往上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 多出来给我们留着的 但它这个额定容量和实际容量 它是有区别的 有国标的 QCT 644 2014 汽车金属燃油箱技术条件上面规定的 燃油箱的额定容量 应不大于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 这就造成一个情况 许多车子的油箱能装的油 要比油表上能显示的是多的 这就好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矿泉水 实际上你看 这个瓶子上面一格 都是空气是空在那边的 离瓶口那个部分 是留点空间的 对不对 你硬是把它灌满 那其实容量是更多的 北京市朝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杨金融等人发表在科普长廊上面的论文 分享给你 汽车油表为何不准 他上面说 当油箱内存油加满到一定程度 浮纸顶到油箱顶部 虽然可以继续往里面加油 但是油表指针是不会再有变化了 那顶上去的这部分油消耗的时候 油表它一直是顶在那边 它还是不会变的 就会我们觉得前半箱油更耐烧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 对剩余油量的担心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 后半箱油烧的是格外的快一点的 中国地质大学杨蕊的硕士问文 分享给你 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 与依恋的关系研究上面讲到 这个体面对风险压力 以及各种威胁性的内外部环境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综合的主观感受 并通过情绪体验 生理反应及行为意向表现出来 对于许多车主朋友们来说 这油量减少可能带来 这个续航里程担忧 不光是电动车会有的 这种就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压力 一旦看到油量不够一半了 我们有可能就会更加的紧张不安 相比油满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更加的去 多看这个油表上指针变了没有 稍微掉一点点 我们也就能注意到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觉得 后半箱油不怎么经烧 是有关系的 这就好像和我们手机 电不太够了 它比如说已经跳红了 只剩下20%了 我们就不断地看 20 17 15 这电掉的真快 有点这个味道 所以总的来讲 之所以很多朋友觉得 前半箱油烧得慢 后半箱油烧得快 主要是因为油箱形状 它是不规则的 而且往往是上大下小 再加上油表本身 它显示有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最后就是快没油的时候 我们都会多看两蚁 这三种情况叠在一块 后半箱的油 没有前半箱的油精烧 就这个意思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